这个问题还是他问的 他说有一位同修告诉我 用象牙念诸念佛 经过一段时日 那个象牙众会来逃命 那个象牙的 大概那个象的灵魂会来逃命 是经过一段时间来逃命 因此我就不敢用 也不敢送个人 请老法斯此时开始 我应该如何处置这串念珠 你把这个念珠供养老和尚就没事了 让老和尚去度这个象 去度他 我们没有能力度他 让一个真正有修行有道痕的人去度他 这就可以 那么这个也是慈悲性 所以修佛的人不但不吃肉 不穿皮衣服 这个毛线衣可以穿 毛线衣是剪下来的 没有杀他的命 就跟喝牛奶一样 没有伤害他的性命 这个可以 伤害性命的 把动物杀死 取他皮 拿着做衣服 做鞋子 不可以 穿这个皮鞋 跟吃肉 没脸 可是这个皮鞋呢 在中国古代 我们清规里头也都有 七十岁以上 身体衰弱 没有这个皮袍 不能够保暖的 可以 要开远 身体虚弱 有病的时候 要不要重 跟大家都说明 我必须要穿一件皮袍 保暖 这个鞋 不可以 要不要重新有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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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